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赵丽颖斩获飞天事后,泪洒现场 85花格局获莹巨变 赵丽颖凭借风吹半夏获飞天奖最佳女演员,丽压琉琳,唐嫣等 她感叹梦想成真,网友赞其挑战自我,演技获认可,期待其未来更多佳作 飞天奖竞争激烈,赵丽颖获奖实至名归 昨晚无疑是娱乐圈最为热闹的一夜,第34届电视剧飞天奖盛大举行 众多大咖季剧一堂,许多明星难得同台亮相 最引人瞩目的无疑是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女演员的角逐 最终,85花赵丽颖凭借在风吹半夏中出色的演技,丽压琉琳,唐嫣等人 成功夺得事后桂冠 领奖时,赵丽颖激动得热泪盈眶,完全出乎意料 她根本没想到自己会获奖,因此也没有提前准备获奖感言 赵丽颖感叹道,今晚她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有网友感叹娱乐圈竞争之激烈,认为要拿到一个奖项实在是太难了 还有网友表示,今晚开始,85花的格局将发生变化 毕竟,飞天奖作为娱乐圈的主流奖项,难度极高,含金量也极为可观 从此以后,85花之间的差距将逐渐拉大,且会愈加明显 有网友表示,赵丽颖这些年始终在不断挑战自我,尝试不同的角色 拒绝停留在自己擅长的类型中,专注于提升演技 从知否开始,她似乎已经成为了收视率的保证 提到赵丽颖,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高质量的电视剧作品 飞天奖对赵丽颖来说是实至名归,这是她长期努力的回报 恭喜赵丽颖,也祝贺飞天势地雷佳音 期待赵丽颖未来为我们带来更多出色的作品 赵丽颖在本届飞天奖中斩获事后桂冠 无疑是她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这不仅是对她多年努力与才华的肯定 也是她坚韧不拔,不断突破自我的最好见证 从刚出道时的默默无闻,到如今站在事后的领奖台上 赵丽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越努力越幸运这一道理 她从未依靠流量或噱头,而是一不一个脚印 通过不懈地拼搏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与业界的认可 赵丽颖的成功,不仅仅源自她出众的演技 更在于她对每一个角色的全情投入 无论是《花千古》中充满悲情色彩的《花千古》 还是知否知否中智慧过人的盛明兰 她总是能够将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触动人心 这些角色不仅为她积累了大量的粉丝 也为她打下了稳固的口碑基础 而此次获得《飞天事后》 正是对她多年来坚持品质演技的最佳回报 当赵丽颖在领奖台上泪洒现场的那一刻 许多观众都被她的真情流露所打动 她的泪水不仅是感激的泪水 更是多年来默默承受的压力与辛苦的释放 作为一位从草根逆袭到事后宝座的艺人 赵丽颖的每一次成功背后都凝聚了无数的汗水与努力 她始终秉持着谦虚、勤奋的态度 不断挑战自我、突破舒适圈 为观众呈现一个又一个精彩的角色 赵丽颖的《飞天奖》成功 不仅标志着她个人职业生涯的一个新高度 也预示着85花85年左右出生的女演员格局的巨大变化 近年来 85花阵营中的几位女星在影视作品 奖项荣誉上一直存在着竞争关系 而赵丽颖此番斋的《飞天事后》 或将彻底改变这一格局 作为85花中为数不多 坚持出演多种题材作品的演员 赵丽颖在流量和演技之间找到了完美的平衡 成功战上了巅峰 而这次《飞天奖》的胜利 或许会让其他85花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甚至重新思考各自在娱乐圈中的定位与发展方向 赵丽颖的这次获奖 对他未来的事业规划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作为一名实力派演员 他将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优质的剧本和顶级的制作团队 继续拓宽他的戏路 同时 这次获奖也将进一步巩固他在业内的地位 让他成为更多优秀导演和制片人眼中的首选女主角 观众们对他未来的作品期待值无疑会更高 他在《飞天奖》之后的每一个选择 都将备受瞩目 对于赵丽颖的粉丝来说 他的《飞天奖》获奖是一份沉甸甸的礼物 多年来 他的粉丝见证了他从一个小透明演员 逐步成长为如今的顶级流量和实力派演员 无论是荧幕前的风光 还是荧幕后背负的压力 赵丽颖都以乐观和坚韧的姿态走过来了 这种不懈奋斗的精神 不仅为他赢得了荣誉 更成为了无数观众和粉丝心中的榜样 总的来说 赵丽颖此次斩获《飞天室》后 既是他个人职业生涯的一次重大突破 也是整个娱乐圈的一次震动 他用行动证明了 只要不懈努力 坚持对艺术的热爱 就一定能在演艺事业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对于娱乐圈中的其他演员来说 赵丽颖的成功无疑是一个激励 提醒大家在面对竞争时 不仅要依靠流量与人气 更要凭借真实的实力与不懈的努力 才能在这片竞争激烈的舞台上长久立足 在此 我们也希望赵丽颖能够继续保持他对演艺事业的热情和初心 在未来的作品中为观众带来更多惊喜与感动 他的成功故事告诉我们 成就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在无数次失败和挑战中积累起来的 因此 我们有理由相信 赵丽颖在未来的日子里将会继续闪耀 为中国影世界贡献更多经典的角色与作品 让我们一起期待赵丽颖的下一次突破与辉煌 王一博首度潜水避气挑战 90秒奇迹开启海洋梦之旅 在璀璨的娱乐圈中 王一博总是以他多才多艺的形象和不断挑战 自我的精神吸引着众人的目光 近日 王一博再次用行动证明了他的勇气与毅力 首次潜水避气便达到了惊人的87秒 近一分半的时间 这一撞举不仅展现了他个人的潜能 也为我们揭示了挑战自我 探索未知的无限可能 潜水 作为一项结合了技巧与勇气的运动 对于初学者而言 无疑是一次身心的双重考验 而王一博 这位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偶像 却选择将这份光芒带入深邃的海洋 用闭气的方式与海洋进行了一次亲密的对话 87秒 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只是短暂的一瞬 但对于潜水初学者王一博来说 这却是他勇敢迈出第一步 挑战自我极限的见证 在潜水前 王一博进行了充分的憋气训练 他深知 潜水不仅仅是一项运动 更是一次对自我意志和身体素质的考验 因此 他认真对待每一次训练 努力提升自己的憋气能力 当王一博第一次在水下憋气达到一分半时 不仅在场的专家周芳对他的表现 给予了高度评价 认为这已经是特别棒了 更是让无数粉丝和网友为之惊叹 王一博的这次潜水碧气挑战 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体育尝试 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在碧气的那一刻 他仿佛与世隔绝 所有的喧嚣与纷扰都离他远去 只剩下自己与海洋的对话 这份宁静与孤独 让他有机会更深入地思考自我 感受生命的脆弱与伟大 而当他最终冲破水面的那一刻 不仅是他个人挑战的成功 更是他对生命 对自然的一次深刻领悟 王一博的这次潜水之旅 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不断挑战自我 勇于尝试新事物的精神 在娱乐圈中 他从不满足于现状 总是不断地寻求突破和成长 无论是舞蹈 唱歌还是演戏 他都以极高的标准要求自己 力求做到最好 而这次潜水避气挑战 更是他这种精神的又一次体现 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 只有不断地挑战自我 才能发现更多的可能 才能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精彩 当然 王一博的这次挑战 也离不开专家的指导和支持 在潜水前 他接受了专业的训练和指导 确保了自己的安全 这也提醒我们 在尝试新事物时 一定要注重安全和专业性 避免盲目冒险 王一博首次潜水避气一分半的壮举 不仅是他个人的一次成功挑战 更是对我们每个人的一次启示 他告诉我们 只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 敢于挑战自我 我们就有可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奇迹 而这份勇气和毅力 也将成为我们人生道路上最宝贵的财富 王一博作为当今娱乐圈的全能艺人 不仅在影视 音乐 舞蹈等领域取得了耀眼的成绩 更在挑战自我 突破极限的过程中 展现出了一位艺人应有的勇气与毅力 这一次 王一博首度尝试潜水避气挑战 用90秒的奇迹不仅让粉丝们惊叹不已 也证明了他在未知领域的无畏和坚韧 在这个海洋梦之旅中 他不只是挑战身体的极限 更是一次心灵的升华和冒险精神的展现 潜水是一个考验耐力 勇气和对自我控制的运动 他不仅要求身体的适应力 还需要挑战心理的承受力 90秒的臂气对于许多初学者而言 是一个极其艰难的目标 但王一博凭借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 在首次尝试中成功完成了这一项挑战 他的每一次呼吸 每一秒的坚持 都展示出一种超越自我 追求卓越的精神 他不仅仅是为了完成一项任务 而是将其视作人生中心的探险和成长 在这个过程中 王一博不仅仅展现了他作为艺人的一面 更展现了他作为一个探险家的另一面 在深海中 周围的环境充满了未知和不确定性 任何一次失误都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 而王一博的冷静与专注 使他能够在这样的极限环境中保持清醒 顺利完成任务 这种勇于面对未知的精神 正是他成功背后的关键因素之一 这一次潜水挑战 不仅让粉丝们看到了一个更加多元 更加立体的王一博 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无谓的探索精神 他没有停留在舒适区 而是不断地向新的领域发起挑战 从极限运动到专业艺术 他的每一次突破都是一次自我超越的过程 对于粉丝和观众来说 王一博的每一次挑战 不仅仅是个人的胜利 更是一次激励 通过他的努力和坚持 告诉了每一个追梦者 只要拥有坚定的信念 不畏艰难险阻 任何梦想都可以实现 无论是在海洋的深处 还是在生活的各个领域 勇敢地迈出第一步 克服内心的恐惧 最终都能够见证属于自己的奇迹时刻 最后 希望王一博在未来的道路上 能够继续保持这份勇敢和坚定 无论是在艺术的创作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